麻煩你去看外面 外面都有血 胸比胸啊 奇怪 外面都有血 還是你們這個單位就不要請櫃台算了 我還直接指定他說 泡一半在水裡 回了 大會 大會 我們一直想要拍一些游泳的照片 但那天 大家都有點晚太 只剩下我跟邱鋒澤而已 然後本來就是在水裡面就是這樣拍拍 我說來來來 好那你再 呃好 我們就互相幫互相拍 可是拍了幾組之後 他就想說 欸 可不可以拍到那種海天一線 可是 因為那水面就是這麼高 我要怎麼養 所以我就想說 嘖 好那我就把一半泡在水裡 我還直接指定他說 你直接把手機泡一半在水裡好嗎 就跟我剛剛一樣泡一半在水裡面 然後拍拍拍 結果我在AirDrop給他說 我就發現我的手機開始有一點 就是不靈敏 我沒有辦法點 你知道嗎 就是我的螢幕已經完全失去控制 我這下半身完全是癱瘓 毀了 毀了 大會 大會 然後邱鋒澤也沒有PO那張照片 我幫他拍的那個海天一線 他沒有PO OK 沒有關係 裡面當然就是有一些什麼 平常就是可能練完身體 那種 喪羅 應該不會被偷看吧 然後我就要辦一個東西 我也去查了他們的營業時間 我就一走進去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 就是我想來辦吧吧吧吧吧吧吧 然後說 我們是禮拜一二四五才好辦喔 今天沒有辦喔 禮拜一二四五才好辦 所以你今天不能辦 外面都有寫 外面都有寫 我一聽到外面都有寫 這五個字 我已經有一點上來了 好習慣喔 所以你們有規定說 進來之前都一定要先看好我們外面的公告 然後外面的牆壁好嗎 我帶個單位的櫃台去問他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他還要在最後跟我說外面都有寫 好 再來 我還沒看完 我就意識到說 欸他說 一二四五才好辦 嗯 今天是禮拜四啊 欸 那他是不是記錯時間了 所以我又馬上走進去跟他說 我一講到四這個字 他就親自走過來說 來來來 外面都有寫 沒有 來來來來 8點到11點 我們這邊外面都有寫 還是你們這個單位就不要請櫃台算了 你們包括打電話進來的人都說 拜託 不好意思 請你不要打過來 因為我們外面都有寫 麻煩你去看外面 請問你當櫃台幹嘛 外面都有寫 奇怪耶 好兇喔 什麼兇啊 你到底 到底為什麼要對我們這種人這個樣子啊 我是應該被你兇的嗎 就這樣大概是這樣